周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特别的有福报 神佛都会愿意来相助 对 通常有福报的人 都是一定要有度量的 就是那个度量一定要大 那当然如果说你 神佛要来帮助你的话 你一定要跟神佛有缘 那你要怎么样才跟神佛有缘 你要去接触他 你要常常跟他沟通 这样子神佛才能跟你有缘 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庙里面 那神佛根本就不可能自己有缘 所以就是你对 先决条件就是你对神佛一定要 相信神佛 跟神佛是有这个缘分的 像教麦克这样就比较特殊一点 他本来就没有在管这些 那个顶陶的事情 或是庙宜的事情 但是他会有一个因缘忌讳 来请到你去帮他的忙 但是你也愿意去帮这个忙 因为那个扛教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也蛮重的 所以你也愿意去帮这个忙 那就跟神佛结上言了 那神佛自然就会来帮助你 还是这样子 通常就像那个小胖哥一样嘛 那他也是一定要去 就是会有因缘忌讳 你想要去帮妈祖的忙 那你就会想说 或是我要跟妈祖去跟他沟通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要跟他随乡 这样成为一个乡乘客 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跟妈祖 造成那个缘分嘛 这样子妈祖才会帮助你 神佛才会帮助你 但是有一些人 他特殊的就是 他的八字命格里面 就是生肖命格里面 特别特别的 就是比较和 比较六儿三儿这些都有 那就是他天生的就很自然的 他就会跟神佛就很有缘 怎么讲 因为他就一直跟 就是看主人性这些神佛这些 他会去求他 他会跟神佛去接触 造成说他跟神佛有缘 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你的生肖是属牛的 那如果说你是在 农历的十一夜生的 因为农历的十一夜就是刚好是子夜 牛是丑 那丑跟子他就是刚好六合 所以说你的年夜就六合 六合你就很自... 不是六合夜市 就六合 他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些长辈 或是一些天就是我们讲说 神我什么会来帮助你这样子 所以你小时候就会过得相当相当的不错 再来如果你是诚实生的 诚实就是早上的七到九点 因为诚实 诚跟十一夜他是子跟诚 他刚好是三合 又是三合他又是水的库 所以说你就会冰的有财库 所以你到老你就会过得非常好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通常就会很积极进取 向上提升 就是从小你就是整个事情就 你也很有度量 也很愿意去自动自发 就是自助人助 人家说自助人助 自助神助 就神明就自然自然都会帮助你 所以你愿意去做 如果说神我你帮到楼主 或是帮到户楼主 那你如果说你这一年一整年里面 你同样的都在家里睡觉 都没有想要出去工作 那放心他绝对不会让 财要从哪里来 天上真的是没办法掉钱下来 所以你还是一样的要去工作 一样的要很积极 所以你积极进取 他很自然的那些钱就会来 人家说帮到楼主 帮到老家 都一定会有钱来 因为会让你明年要来 赶紧劳励的时候 他一定这些钱一定是够的 那就是说通常有些人 就刚刚好够花 刚好够花这一摊 那有的人是会再多赚一点 那就看你积极的程度如何 再来我们看看 如果说是属龙的 属龙的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是在 龙历的八叶 龙的话是属 那龙历八叶是有 陈有也是三合 而且他是土金香 就是他是属于一个 土生金的一个格局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帮助会下来 再加上丑跟有 他是三合 所以像这样子 丑又是有的库 所以他就是他的财库 所以又有库 这样六合长辈又很好 所以说他整个下来 他就会海阔天空任意逍遥 像这种人 通常他就会怎么样 看得很 不会想说这个不得 这个舍不得 这个又舍不得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有钱 但是他什么都舍不得 有的人是很有钱 但是他没有那个身 我应该讲没有健康 就没有办法到处去玩 到处去旅游 那像这种人 他就第一点 他身体健康 而且看得开 而且也喜欢到处去玩 所以他就是 他就在别人看起来 他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 所以说他真的是很不错 从小就会受到长辈 或甚至于神火的帮助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他是海阔天空任意逍遥 那再来就是 如果说是属羊的 那如果说能够是在午夜 羊那个午夜是午嘛 啊羊是胃 午胃刚好也是六合 而且他是一个 一个火生土的一个格局 那再来如果说你是稀食生的 好那刚刚好 他就是农历午夜的财库 所以这样子的下来的格局 他也会让你 掌握前几水到几层 就是这种人 有时候钱要来 不是你去追他 追钱人家说 你四个都两个是永远追不到的 但是如果说钱来追你 那个黄袍加深就可怕了 反正他就是 你在家里睡觉 人家还在敲敲门 你要去做什么 赶快去赚钱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像这种人 通常都是有生活来帮助 其实应该也是 他自己也有度量 度量 今天都讲说度量 有多少的量就有多少的弧 那就因为这样子他有弧 所以他走到哪里 常常都是钱来追他 就是招有急流就这样子 所以这相当的不错